剛剛的重點就是回去記得 你等一下確定一下你的環境 如果你的環境剛剛講那些動作都OK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沒有問題 像Workspace這個確定一下 不要用那個MS950 如果MS950的話那就會有亂碼 所以如果你看到亂碼應該就是 你那個環境你沒有選到正確的Youtube吧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那個剛剛提到這邊PiDeep這邊 這個可能要也是確定一下 如果說你這邊是XX或者沒有東西 那一定也沒辦法去Run 這些東西的話細節注意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開一個專案 如果你裡面已經有專案了 那比如說我就可以直接從SRC 裡面去建 那如果裡面 沒有專案你就是直接從那個先進 這邊的project 然後NAS的時候記得給他一個名稱叫TES 然後記得選這個 Create SRC Further 主要是他就幫我建一個資料夾 我以後就直接把Module放這邊就OK了 然後呢再來的話呢我就按右鍵 直接New一個什麼 這個時候New的話呢就New那個 我們的Module 所以以後呢 你只要寫程式的話 那你就是New一個Module NAS 那NAM給他就可以 Package空下來 NAM的話也許我叫 一幅底線Edge 然後按個 那個Finish 他就幫我建起來 然後好像會跳一個畫面是說 你要不要那個什麼Template 你要不要樣板 那你就 不要因為空白了 你就Cancel掉就好了 那樣板 我上個禮拜好像有講過 你可以 假設有一些你固定都會寫某些程式 你可以建很多樣板 然後呢他會有一個 有沒有已經寫好的架構 以後你就改程式就好了 程式改一改 啊很多東西就OK 你不用重打那些東西 不過等同是你複製貼上嘛 所以我的習慣是 反正東西有時候放雲端上面 那如果我要產生的話 我就怎麼樣呢 我就直接複製貼上就好了 所以像這些程式啦 像這一段啊已經有了 不過我是不建議你剛開始這樣練習 你就如果說 已經有了對不對 然後我為了上課方便 我可以再怎麼貼上 然後先輪給大家看一下 但是如果你還不熟 我建議 你一定要體會 而且每一行都要打過 不然的話你的功力無法提升啦 以後如果你要功力提升的話 記得一定要打 多打程式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底下有沒有 我們輸入啦 所以以後呢 記得喔 只要input 這個地方裡面一定都是 一個字串 一個字串喔 那這一點跟那個 因為我們現在是3.7的版本 那早期是2點多的版本 特別注意喔 2點多的版本進來的是數字喔 3點多的版本 才是 字串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前如果你 現在有新舊版本的交替啦 但是我們現在都學新的 可是以後呢 特別注意你Google到喔 假設你要找一些答案的話 Google到的答案很多都是 2點多的版本 那2點多的版本跟3點多的版本 它其實呢 存在蠻多的不一樣 那如果說你有時候把程式貼 RUN奇怪怎麼不能 而且錯誤蠻多的 那就是因為 你要把那些 錯誤的部分 修正 比如說第一個 這個input 他進來的就是一個 這個這個 數字 那你他就不會轉型 那不會轉型的話呢 那第一個就錯了 資料形態又錯 所以 如果你的 程式喔 是來自於舊的版本 那你就要知道說 這個地方不一樣 喔 那怎麼轉呢 要不就是在這邊 加int 要不就是用那個 eValue 也OK 兩個方法啦 你們 可以試試看 第二個的話 要做邏輯判斷 所以邏輯判斷怎麼開始 第一個 他的邏輯一定是 如果 其實蠻口語的 如果呢 喔 這有時候就跟那個 Python溝通的時候 h這個變數 裡面呢 假如說是他是小於 18的話 然後 那VBA裡面是後面空一個 加一個 那Python裡面呢 是加一個冒號 是這樣子喔 OK特別是 所以有時候 如果你要把 程式改寫到 VBA裡面 其實喔 就是只 記得這邊的差異 這邊 恩 然後再來的話 Enter 那Enter你會發現喔 在那個 Eclipse裡面蠻貼心的 他直接幫你這邊做一個縮排 但如果你以後是用一些 像是他提供給你的那種 編輯器的話 他不會縮排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有沒有縮排喔 在VBA裡面不縮排沒有關係 程式還是一樣跑 只是看得很累而已 那可是Python裡面如果你不縮排的話 他就會造成錯誤喔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什麼 恩 假設老不縮排 你把我把它print print 其實你會發現 Eclipse有個優點 打個p有沒有 print Enter就好了 print什麼東西呢 恩 就是把未成年 三個字輸出 那我這邊的話 假設 未成年 然後把它做輸出 那我這邊不縮排你會發現他馬上跟你講說這裡錯了 OK特別注意喔 縮排 按Tab鍵 那其實他是程式的一部分喔 特別注意喔如果你沒有縮排跟有縮排 結果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這個可能要養成習慣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已經假設輸入14歲是ok 不要就是小於18歲啦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 16歲Enter他還未成年 但是會有個問題喔 如果成年的話他不會顯示 20歲了 Enter 他沒有 為什麼因為 他 只會判斷什麼一重的 就是未成年的 那成年的他就沒有任何的輸出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希望他 成年的部分也要輸出的話 那你就是在這邊再加一個else 其實做法跟那個 VBA是一樣 但是有一點不一樣 VBA就打一個else 但是Python要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冒號 OK齁就差別在這裡喔 所以如果說等一下有時間同學 寫過VBA同學 你也可以怎麼樣 同樣的範例 請你也許可以利用什麼利用那個我們的 這個 VBA去撰寫一下 大家兩邊比較一下 所以以前寫過在VBA寫過的程式啊 基本上你也可以拿來用 那VBA裡面的好處就是開發人員這邊已經有了 開發人員怎麼叫出來喔 你可能 如果你對這不熟 一定要記得 箭頭上面的其他命令 這個開發人員這個預設是沒有打勾的 所以你要打勾 然後呢你這邊 開啟Visual Basic 他自動產生專案 所以在VBA裡面不用建專案 但是要按右鍵插入模組 模組這個部分是要自己加的 那模組裡面的話 還要再插入一個程序 因為一個模組裡面喔 在Python是一個程序 但是呢在 VBA裡面可以產生多個程序 比如說呢那個程序的話 我叫H好了 也叫H OK然後用Sub好了 按確定 那你可以怎麼寫呢 那如果剛剛的寫法的話你可以用H 等於 有沒有那前面的話 我們在 Python裡面是用那個Input Input 但是在VBA裡面你可以叫Input 也是要Input 不過叫Input Box 他會跳一個 方塊出來 這部分有點不太一樣 刮鬍的話 跟他講說 請輸入年齡 請輸入年齡 這個把它拿來用 OK然後呢 不過字太小了喔 我是建議你如果說在VBA裡面開發 工具裡面有個選項 選項的撰寫風格喔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12號字好了 字稍微大一點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字就過來了 但是特別注意喔 VBA跟Python有個很大的不一樣 VBA呢 他一樣是文字 可是以後如果你比較的時候喔 假如說你給他比較的時候是 就是 字串喔 就是文字喔 他會自動幫你轉成數字喔 所以VBA這裡他比較 有人情味一點 他容錯的 所以同樣東西我再打一遍給大家 如果 if 對不對 if什麼呢 if H 所以層次都一樣嘛 小於 18的話 把空白 amount後改成ram enter兩下 這邊先打 ls 那在Python裡面是 ls加冒 這邊是就ls 而且這邊是大 前面是大寫 但是呢 在VBA裡面要endif 就是告訴他說 我們的那個 if部分結束了 那 縮排在VBA是 可有可無的 不過我習慣還是要縮排 因為縮排的話是 程式一種很重要的寫法 你如果沒有說法看得很辛苦 Ram的話呢就是 Printer 其實這邊也可以Printer 不過 一般會用 Massive Box取代 msg box 訊息什麼呢 成年跟未成年 所以這邊的話打一個未成年 一個是未成年一個是成年 那用那個Massive Box取代一下好了 這邊的話未成年 這邊的話是成年 兩者之間差一點就比較出來了 應該很明確知道哪邊不一樣 那我們先run一下python好了 同樣的程式喔 邏輯一模一樣喔 那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個來run一下 這邊我沒寫完 這邊的話就是 Enter 那print 就是 成年 那這邊把它執行好了 假設說我今天輸入20歲好了 如果20歲的話他應該成年了 成年OK 那他反之就是為成年 如果我今天是用什麼用那個 VBA來run的話 VBA喔 一樣是執行 感覺好像差不多 但是呢這邊的話呢 他會有一個 Input Box 還有一個Edge 必須是 函數或變數 Input Edge 有一個問題 這邊的Edge 跟這邊的Edge 名稱一樣 不行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可能要把這邊改一下 叫 Edge 比如叫 ifEdge 改成跟那個剛剛那邊一樣好了 這兩個名稱不能一樣 不然他會認不出來說 奇怪你這邊有個Edge 這邊有個Edge 到底你是 那個sub的Edge還是變數的Edge 名稱不能取一樣 不然的話 這樣子會麻煩 像最近有一個新聞 如果你是 在蝦皮買那個 東西的話 跨境 就是可能到對岸去買 如果你的名字跟某位立委 名字一樣的話 很抱歉 你的東西會不會退回去 你想說為什麼 只有立委喔 為什麼因為之前有一位立委就是發生被詐騙的問題 他被詐騙的 結果他就跟那個海關那邊講說 以後一律 喔 本來那海關認為說好沒關係你跟你同名的那個就 就退回去就算了 不過也影響 一個人後來發現好像 以後被其他立委也一樣的狀況 乾脆 全部立委 只有喔 特別就很奇妙喔 只有立委 一樣的名字才會被退回去喔 喔 那這樣 重點 我們只是舉例啦 這樣會比較 我名字跟你一樣 居然就不行 就跟剛剛那 所以有怎麼樣 那意思是說 你可能要 如果你的名字 假如你要買東西的話 是不是就跑去 互證說我要改名字 改個字也好 好吧 這開玩笑 這就是說 這個地方名字一樣 把它執行一下 這時候就OK了 20歲 那特別是喔 在VBA裡面 我們是把它改成用input box 不過道理一樣 就一個輸入端 Enter之後的話 剛剛是跳到下面 現在是跳一個 這個 這個叫magic box 成年 OK按一個確定 反正主要是 讓他具備有 輸入跟輸出 主要是比較什麼 比較那個if邏輯 這寫法差異喔 所以呢以後呢 假如你已經寫好 Python的程式 你也可以轉過來 在 VBA裡面練習 看啊 他不會每個都 每個都 重新打過 但你要自己會回去 自己把它練過喔 或者是反方向 以前寫過的VBA 你自己再把它改寫成Python 反正這東西以後 無論哪一種啊 對我來說 我覺得都一樣嘛 反正改一下而已 就像你有時候講 台語跟講國語嘛 所以 差異有啦 但差異好像 有些地方就感覺好像轉一下 差異性不會很大 可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我剛剛 講的這個範例 先再試一下 這個是兩重 待會再來看多重 如果說我今天要再加什麼 把成年再多 幾個邏輯的話 那怎麼辦呢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謝謝